第五人格中的求生者都有自己的特长 使用独特的战斗工具在庄园里生存 机械式的遥控器能召唤出傀儡娃娃 玩家可以同时操控两个角色 是一个高难度角色 小特的双修机制让他成为最强修机位 即使策划连续削弱了多次 也没有动摇机械师的位置 玩家不只喜欢小特本身 对于娃娃也情有独钟 而且娃娃本身的造型也很讨巧 没有太多装饰十分呆萌 机械师的娃娃只能通过挂件改变造型 精卦能优化出一个全新的模型 其实娃娃也可以变成成为玩具商 只有一种方式能触发 小特的傀儡无法变成其他造型 即使携带挂件也是一个娃娃 但系统出现bug后 娃娃就有可能变成求生者角色 近日 玩家在观战时 就看到了娃娃变成了玩具商 但游戏内并没有发生改变 应该是一个观战系统的bug 从观赛页面的右侧角色状态栏中能看到 四位求生者没有人使用玩具商 机械师正在操控遥控器 画面中出现的玩具商就只能是娃娃 不过因为这是局外观战变身 所以娃娃也不会携带任何技能 会出观战再次进入之后 娃娃的造型就会恢复正常 这是一个系统bug 娃娃之前都没有变过身 说明是玩具商模型数据出现bug 其实所有的求生者最初设计都是娃娃模型 新角色模型数据如果与娃娃数据相通 那就有机会出现这个问题 观战系统一直都不稳定 经常出现各种问题 不过这个娃娃变身的bug极难触发 只有少数玩家能遇到 另外机械师自己看不到 所以很少有人发现 如果官方不修复这个观战问题 可能每次新角色上线后 娃娃都能变身一次 那么问题来了 你在游戏中都遇过什么bug